我想要再做一件事 今天是很多的日子 也要做很多的日子 球場上暫停訓練 反而準備驚喜替球員過生日 這是台灣直籃聯盟PLG高雄鋼鐵人隊 日前上傳溫馨影片引發網友好評 但上季戰機不佳排名倒數第二 現在又被爆出背後資金來源不單純 拒絕可疑港支燃止台灣體壇 那我們知道錢濤隱匿他是實質投資人的身份 經營高雄鋼鐵人籃球隊 指控背後金主就是香港商人錢濤 更提出五大疑點 包含錢濤利用徵才方式收集國安特勤人員 透過投資台南美國學校 掌握南科工程師人脈資料 刻意接觸AIT官員拉近距離 試圖用保險業資金購買私募基金 染指半導體產業以及公開私募基金 要有反監聽 反定位 反錄影偵查等條件的能力 單純的經營球團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的背景 要國安去退休 要有特勤背景 就發單純的體育賽事成了複雜政治議題 經濟民主聯合團體提出三大訴求 希望能夠找到真相 香港投資人進來 你要主動的來證明說 你跟中國的人 中國企業 沒有重大影響力的證據 如果不能夠提出 我們就應該把它推斷為中資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 與丁信箱多生後開始氣費 球團緊急做出回應 每一塊錢都屬於合法有據 資金來源一切沒問題 但是隨著中資疑雲再起 有沒有可能滲透職業運動 恐怕已讓外界 物理看花 新新聞綜合報導